日本人长得差不多 都是黄皮肤 所以当时呢 在美军当中有一个彻子 就是你怎么样区分 哪个是中国军队 哪个是日本军队 不要误伤了友军 他有一条总纲式的描述 所以一般来说呀 日本军有的人 这些是不能接受的 当然了 咱们说这个证据 就刚才提出这一组数据 到底是在多大范围之内 经过抽样调查得出来的 这目前来看还不清楚 但是我跟大家说 即使这组数据是真实的 咱就比它平均身高矮一厘米 我认为也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为啥呢 首先一个呢 它这种抽查是个大样本概念 全国范围内都抽查 我有一点我很自信 比方说东三省东北 东北成年男性的身高 肯定比日本人高 但是你说中国再往南 你往到了二代地区 你像云南 我估计云南 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 就不见得比日本人高 所以这大中国概念 中国太大了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事情 去一下说明 全中国的男人平均身高 比日本低那些 自己就感觉很惭愧 我认为这是大样本概念 它就具有统计学生的意义 没有实在的意义 再一个第二个 身高高就是好事吗 不见得是好事 你起码从消耗资源上来讲 原来东北人开玩笑 说这个个小的 笑个个大 我吃的也比你多 那万一感到困难那时候 那这个小的人吃的少 他就容易活下去 个大人需要的多 他可能就没准死的 就比个小的早 所以我说这个个大 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 而且你从健康学的角度来讲的 世界范围内考察 凡是长寿的人 个的平均普遍看下 而个大的人跟个小的人比 从年龄来讲 个大的人没有个小的人长寿 这是各个国家都得到证实 而且这个身材小的时候呢 他相对比较匀称 他的身体运营 消耗的能量就要小 压力也没那么大 咱们看 你看有的个高的人 膝关节到素质大不行 有的用不着素质大 姚明奥尼尔这样的大中风 他上肢重量大 压到这腿上 这两个膝关节 怀关节都受不了 而且他由于身高高 他这血压要供到脑子里边去 他可能需要更高的血压 而且这个资源消耗 维持整个系统运营 他需要更多的能量 所以往往个高的人呢 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就是从成瘦的角度来讲 个小的比个高的强瘦 这是很显然一见 有人说这就是生理指教 你再从心理上 从这精神层面上讲 往往个小的人呢 他的聪明成都要比个高的强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一点其实是社会学范畴的 因为在过去呢 这个个大的人呢 他比较有形成力 你原人社会 我个大的人 我可能更有力量 所以这时候 个小的人想生存下来 他就不得不在身体弱势情况下 他多动脑 所以咱们说这人个小 都要心眼追出来 人没有这个三把刀高的 肚子一把刀挺毒的 这就说个小的人好算计 他当然了 他别的优势没那么大 他必须得算计心眼 所以一点点锻炼 这智商可能就锻炼上来 而个大的人呢 觉得我有竞争力 我不在乎跟你这样 勾心斗脚的 所以可能在这种智商情商 那算计程度上 就不如个小的人 这个就如同什么呢 就好像眼睛瞎的人 他耳朵有点好使 你这一个道理 我这眼神不好使 但我就听力 比一般人就觉得好 这有代偿作用 所以你这么一看 老天爷是公平的 他不能让你这上占便宜 那上也占便宜 所以个小真的 没那么重要 能怎么的 无所谓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必拿这个当过事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 全国内威代表 吴振县提出来这个 比日本人平均身高 这多少有一点 要吸引大家注意的意思 他的目的呢 是说出他最后的几个例 就是中国青少年体制 二十五年来一直下谎 咱们必须得加强锻炼 这个确实是个现实 因为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是 当时国家青少年研究所的副所长 叫孙玉晓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在全国当时影响力很大 就说这个中日韩三国的青少年 总算下了以后 发现中国孩子不如人的 体力耐力爆发力都不如人的 那么现在也有明确的这种统计 显示呢 中国青少年体制是逐天下降的 而且这个下降 他不是说光说身高 身高在我看 反而比过去高了 因为在我身边孩子 比我们小的时候高的有的是 就身高真的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关键是我们其他素质 你像体力耐力爆发力 视力各个方面都不如以前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认为这位叫吴正仙的 小文雅代表 他是真正想唤起大家 对这个的注意 而身高呢 他不过是 他想唤起大家注意的 这么一种手段 你看我们说这25年体制租年下降 跟什么有关 第一个 咱们现在人的不良生活习惯 包括这个 天天坐着打电脑 体育锻炼少 学校里头就典型 老师总怕学生出事 怕家长来找来 连个车游都不敢组织 有的学校单双杠都取消了 这体育锻炼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良的生活习惯 第二个呢 环境污染 在现在这个环境污染 对体制影响是很大的 第三个就是饮食结构 比过去吃的好了 那个油啊肉啊 相应的咱们现在血糖 血脂 血样 党股存 甘油三脂 各种指标都上升 那小胖骨有的是 人到中年就得吃药 你看我这就糖尿病 这都是我们这些年来 刚才我说的上述三个原因 累加造成 谁 用了中国学生的健康 在一项网络调查中 67.9%的人认为 应试教育体制造成课业负担过重 学生锻炼时间被压缩 为了抵制这种压缩 2008年8月30日 国务院公布了全民健身条例 要求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 每天参加一小时的体育运动 山东省从2008年开始 先后出台40条中小学办学规范 限制中小学生在校时间 禁止周末组织上课 让孩子多一点活动时间 2009年9月1日 江苏省学生体制健康促进条例 正式实施 这是全国第一步 促进学生体制健康的地方制法规 条例规定 中小学校应保证学生 每天在校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一小时 高等学校保证学生 每周至少参加三次课外体育锻炼 那么我倒觉得 我们跟日本人比的 不能就是比身高这个 身高只不过是日本人 更加强调营养均衡 增强国民素质的一个副产品 如果你要考察一下日本 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到现在 他对于国民整个素质的提高 体制的提高 做的努力 你就知道我们欠缺在哪 日本在战后呢 他普遍这个营养匮乏 为啥 吃到什么程度算有营养 咱们经常说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 那就是最开始说日本的 然后后来他把这一套从小学挪到初中 就整个扩展 就一定保证孩子吃的是 日本学生营养补餐的配餐标准 已经修改 菜单选择也逐渐丰富 当被保证学生的钙质涂充 始终是文部省强制要求提供的必需品 根据配餐要求 日本中小学生全年牛奶供应目标 195天 其中小学生每天200毫升 初中生每天供应300毫升 日本非常重视国内奶制品生产 为扶持奶制品行业 早在1954年就颁布了烙农振兴法 所以日本那个时候就特别注重青少年 这般营养性好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锻炼 所以如果你饮食结构不调整 那么你光锻炼用处不大 这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一说治什么病 迈开腿管住嘴 我以前也说过 你前提先得管住嘴 然后才能迈开腿 就有的女孩减肥 也锻炼了 浑身都是汗 觉得很有效 猴油头往死了吃 把失去青春夺回来 你永远也减不了肥 所以它必须得是饮食结构 和这个体育锻炼结合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在饮食结构上提升你营养水准 然后接着锻炼 日本的各个学校 对体育锻炼普遍是很关重 日本的男孩 不算上体育课 平均每天锻炼一个小时以上的男孩 得超过80% 而且我看到日本民间 在调动这方面积极性上 特别有一套 你中国孩子 你说你起来吧 你活动一会吧 很多孩子屁股沉 在那打游戏 不愿意起来 而且老师有那功夫 你们赶紧多学一会 日本就不一样 日本的很巧妙是什么 它刺激你学生 这种欲